藍白究竟會不會合 早在會談登場前兩天 謝龍介就先抽籤補掛 但 好 讓我來抽支籤 凶 一抽到凶 謝龍介表情 所有多尷尬就有多尷尬 彷彿預知現在藍白交火局面 而雙方陣營談不攏 正是卡在要全民調 還是開放式民主初選 學者也獻冊折衷方案 民主初選佔百分之五十 民調也佔百分之五十 加總來定勝負 決定在野最強的人選 儘管藍委建議 把政黨支持度也納入考量 但不管什麼方案 民眾黨立委似乎都不領情 國民黨立委更隔空落狠話 言下之意是把藍白整合破局 責任推給民眾黨 儘管雙方兵容相見 但傳出藍白陣營內部人評估 尚未走到盡頭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 吳子嘉也分析柯文哲話說得那麼重 是別有目的 他認為侯友宜談 金普通談 對他不利 他想要換成 這個朱立倫當作談判對象 雖然藍白最後是否會整合 人是未知數 但以目前雙方不留情面 隔空交火的情勢來看 恐怕會高機率如同謝龍介 所抽的籤一樣 兇多吉少 三雲雄黃金神 周凱台北報導